上传文件的时候呢,我打算显示一个文件上传的进度 WXUploadFile这个接口可以返回上传的任务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可以叫UploadTask 这个上传任务呢,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UnprogressUpdate,它会监视上传的变化 还有一个Abort,它可以取消上传任务 这里我们用一下UploadTask下面的UnprogressUpdate 给这个方法一个函数参数 响应的东西可以用Response来表示 这个Response里面呢,有一些有用的属性 比如说表示上传进度的百分比,上传了多少数据 一共要上传多少个数据等等 现在页面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Progress 用它来表示文件的一个上传的进度 它的值应该是一个数组,因为我们需要上传多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Map的方法里面,我们添加一个Index 表示索引,再找到这个UnprogressUpdate This的DataProgress下面的这个对应的Index这个项目 设置一下Progress的数据里面的某一个项目的值 让它等于Response下面的Progress这个属性的值 这个属性的值呢,就是文件的一个上传的一个百分比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下List的SetData 要设置的是Progress这个数据 对应的值我们可以让它等于List的Data下面的Progress 因为我要实时的在页面上显示这个进度的变化 再打开页面的视图 在这个Image组件里面我们可以去包装一个Progress这个组件 用它去显示一个进度 给它一个Percent这个属性 绑定输出一个Progress这个数据下面的对应的一个项目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再去测试一下 选择几个图像文件 那么现在上传的时候会在图像的下面显示一个上传的进度 由于温潇往下地 在一个中备的BTS 找 或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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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或。 原本身在同 DIRECTOR